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4月28日 欢迎收看第三期望违独报 我是Cherry 到访美国的韩国总统尹新月27日 在美国国会参注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讲 明确表示韩国将与美国一道维护和伸张自由价值 强调美韩同盟因全方位升级 与此同时 美国在印太地区的盟友关系不断成长壮大 亚太小北约正逐渐成型 法广的评论指出 尹新月在美国表示 70多年前结成的美韩同盟 今天已发展成为守护世界自由与和平的全球同盟 而前一天 美韩两国发表了华盛顿宣言 美国对韩国提供和保护伞的延伸威慑机制 进一步升级是该宣言的重要部分 分析认为 美韩华盛顿宣言重申两国关系劳不可破 是巩固美韩同盟的必要之举 但升级版的美国延伸威慑战略 要想有有效地遏制朝鲜的核威胁 还需日后的强化和巩固 尤为特殊的是 韩国历来不触碰台湾问题 在台海问题上保持沉默 但尹新月在出访美国前提出 将台湾海峡的安全问题视为全球问题 美韩联合声明也强调 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是该地区安全与繁荣不可或缺的因素 韩国在台湾问题上向美国愈加靠拢 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是 韩国总统以新月的价值观 与美国为代表的自由世界 有着深刻认同 2022年当选为韩国总统后 以新月一再强调民主与自由 这也是他在美国国会演讲的核心主题 在纪念韩美同盟建立70周年之际 尹新月认为 韩美两国的同盟关系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强大 预言韩美两国将进一步扩展这一联盟 并开启成功的新篇章 4月28日 韩国的邻邦日本批准一项 未来五年海洋政策基本计划 强调要强化海上安全 增强海上保安厅的能力 以及加强与海上自卫队的合作 加速研发自主水下无人艇 以及远端操控的机器人 以加强日本的监控能力 更好应对中共在日本周边海域 越来越强势的作为 文件列举了多项 日本必须这么做的理由 其中包括中共海警船 一再入侵日本领海 中俄越来越多的联合军事演习 以及朝鲜一再进行导弹试射 日本首相安田文雄当天表示 日本周边海域的局势越来越紧张 已经到了我们在海洋政策改革 或海洋变革方要结合产业 学界以及政府智慧的时候了 同样是在本周 澳大利亚政府公布 最新国防战略评估报告 内容包括澳大利亚国防军 正在制定新的国防策略 从防御型变为进攻型 以应对正在变化的地缘政治 整篇评估中直接提及中国九次 报告强调 中共的军事扩张 目前是二战结束以来规模最大 且最具有野心的国际威胁 这种军事扩张是在没有透明度的情况下发生 北京也从未向印太地区国家说清楚其战略意图 台湾最近也再次证实 美台双方目前仍旧在台湾建立武器弹药库存 进行谈判 美国之音的报道指出 在台湾建立紧急武器库存 彰显美国对台承诺的同时 也被认为将进一步增加美军介入台海冲突的可能性 恐将引起北京的强烈反弹 下周25家美国防承包商预定访问台湾 参加5月3日在台北举行的台美国防产业合作论坛 美国退役太平洋海军陆战队中将斯蒂夫·鲁德尔江率领 数十家美国知名国防工业厂商代表参加 日经新闻的报道写道 台湾方面对海陆空武器弹药 无人航行器已经表达了兴趣 纵观如今的亚太 小北约正逐渐成行 目标只有一个 北京 中共官方28日发布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其中老龄化和从业结构状况令人担忧 此外中共中央政治局当天也召开经济会议 再次强调提振经济的关键是扩大需求 有分析指出中共当局的扩大内需 文字当头等口号 无疑是试图寻找重振经济的救命稻草 但已经说了很久 却是原木求鱼 其根本原因就是没有做到真正的制度改革 放开名气 自由亚洲报道 官方最新公布的报告显示 2022年中国农民工共有2亿9562万人 比去年增加311万人增长1.1% 其中本地农民工增长2.4% 外出农民工略微增长 根据报告 作为中国主要劳动力的农民工群体 其平均年龄为42.3岁 40岁及以下农民工占47% 50岁以上农民工占29.2% 值得注意的是高学历农民工占比不断提高 高中文化程度占17% 大专辑以上占13.7% 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生学院教授谢田认为 中国农民工一词除了带有固化阶级 限制地域流动的歧视意味之外 大学生被纳入农民工的背后 也存在着户籍制度问题 正常社会中农民工进城了 它就是城市的一部分 中共现在的做法是 需要他们的时候就用低工资吸引他们 不需要的时候就把他们一脚踢开 上述这份官方报告还显示 中国农民工半数以上从事服务业 平均月收入为人民币4615元 收入最高的是建筑业农民工 月均收入5358元 旅美政治经济学者秦鹏表示 农民工现在的问题恐怕是大规模失业 因为经济是联动的 企业跑了 投资少了 消费少了 当然这些行业的人就少了 秦鹏认为中国当前经济不振的主要原因是 民众对未来没有信心 不愿意将钱掏出口袋 就在4月27日 白宫宣布了一项史上最严的移民禁令 在中南美洲的威地马拉和南美洲的哥伦比亚 设立移民处理中心 所有偷渡客必须在该处登记后 经过审查才能进入美国 未经登记抵达美国边境的将疑虑被遣犯 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 这两个国家为那些过境去美国的人 开发了关键的交通要道 在这些地方设立移民处理中心 方便处理业务 因此白宫27日宣布派遣陆军预备异军人 在威地马拉和哥伦比亚设立移民处理中心 这个机构的作用是 预先审查试图通过走线去美国的人 来确定他们是否有资格在美国获得庇护 或者难民身份 如果没有在此登记而贸然北上 抵达美墨边境的话 一旦被抓将会被遣返还国 针对源源不断的偷渡客涌入美国 川普政府曾经实施了留在墨西哥政策 要求必须留在墨西哥登记后 经过审查才能进入美国 拜登上台后废除了留在墨西哥等一系列的政策 导致两年内超过500万非法移民涌入美国 美国移民系统崩溃 据报道 目前该机构已经开始运作 为两周后结束第42条做准备 第42条是川普政府在新冠大流行期间实施的 可在公共卫生紧急状态下 加速驱逐非法移民 该规定将于5月11日结束 据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一项内部预测显示 一旦第42条结束 南部边境每天可能会激增 1万至1万3千名非法移民涌入 原本就崩溃的移民系统将雪上加霜 因此 拜登政府将移民处理中心 设在远离美国的威地马拉 甚至是哥伦比亚 与此同时 美国政府27日还宣布了一项扩大的计划 允许四个国家的美国公民 或者绿卡持有者的家庭成员进入美国 不过来自中国的合法亲属移民 依然要等待排期 中共国企中远入股德国汉堡港仪式 波折不断 有消息称 德国政府内部就中远入股汉堡港 伏地码头仪式分歧加大 另据多家德国媒体报道 德国经济部认为 汉堡港口与物流公司 延误了向政府登记 伏地码头为关键基础设施 美国媒体Politico新闻网站 27日引述消息显示称 德国总理夏尔兹与其执政联盟伙伴 在是否批准中国中远集团 入股汉堡港伏地码头一事 意见分歧加大 报道引述两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 社民党官员称 尽管存在最新的安全固理 夏尔兹及其社民党内盟友如汉堡市长 称切尔依然坚持推动 与中方达成该交易 近日德国媒体报道说 联邦经济部认为汉堡港口与物流公司 拖延了将福地码头登记为关键基础设施 经济部认为 由于2022年1月1日实施的新规定 汉堡港口与物流公司 原应最迟在2022年4月2日前 将福地码头向联邦信息技术安全局 登记为关键基础设施 该公司26日证实 今年初才将福地码头登记为关键基础设施 稍早前的4月12日德国经济部表示 因福地码头登记为关键基础设施 将对中远入股汉堡港仪式重新审核 据德国媒体报道 福地码头登记为关键基础设施后 中远集团入股的政府审核分水令 就从25%降至10% 令局汉堡邮报26日报道 德国在野的联盟党对此笔交易表示反对 联盟党议会党团副主席多布林特表示 联邦政府必须立即阻止中共入股汉堡集装箱码头 多布林特说 有关专家的警告明确无误 中远集团与中共权力机构 军方和安全部门有着紧密联系 好了 以上是本期《万维读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